欢迎收看9月7日的事说新闻栏目 我是主持人王若然 加州汽车市场近期出现了反常迹象 有华人出售二手车的价格 竟比当年买入价还要高 等于免费开了几年的车 卖出时还能小赚一笔 汽车通常被视为消耗品 从买到手的那一刻开始就会不停的贬值 如今却好像是理财产品 不仅能够保值还能够增值 这种反常情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还会持续多久 加州的汽车又有多难买 今天的事说新闻 我们一起来倾听华人买车卖车的故事 洛杉矶居民刘女士 近期因为工作原因要搬到美国的东部 原本打算将买了两年多的特斯拉Model 3运过去 但是一查洛杉矶地区的二手车价格 果断决定卖车 刘女士说 她的Model 3两年前购买时的税前价格是 38,990元 买入时因为加州政府有Clean Air Rebate 与1875元的联邦抵税扣额 所以基本等于免掉了销售税 车子最近以4万500元的价格卖给了车行 等于开了两年的特斯拉 非但没有折价 反而还赚了1000多元 这让她感慨 特斯拉不仅股票是投资 买车也是投资 其实这种出售汽车不亏甚至小赚的反常现象 不仅出现在特斯拉的汽车上 其他的品牌也是如此 比如说一月我们有二手车 在一月的事情还没有翻 这辆车如果说是值3万块的话 现在同样一辆车 现在这辆车值差不多4万块 你比如说放个一两千块钱投款 然后去买车 不管是lease或者purchase 对不对 你两三年以后 你就算付那个利息是 比如说三点多的利息 你过两三年以后 你欠银行的贷款的数值 远远高出这个车子的本身的价 市场价值 现在不是 现在是颠倒 现在你欠银行的价格 比如说是2万块 结果现在市场 你这辆车的值的价格 比如说已经是2万6了 2万5 你就会有净值空间的中间 为什么买车现在这么抢手 主要原因是 现阶段车行库存十分低 让我们来听听凯迪拉克 Crestville经理Ted Huang怎么说 我们公司我们是小车行 平常我们大概新车是 100到120辆车 新车我们现在只有三辆 宾市之家经理Sam Huang也表示 新车库存低 是所有车行的普遍现象 他们车行从前的库存 通常维持在300至400辆之间 如今只有20至30辆 新车的库存不够 车行为了维持运营 会用较高的价格收购二手车 这样经过维修保养 未来还有车子卖 不至于让车行的经营链断裂 目前车辆的售价普遍比较高 这样最后还是有利可图 而车辆库存低 也导致加价买车的情况十分普遍 Ted Huang表示 现在有的车行 SUV和卡车会加价5000至1万元 轿车一般会加价3000至5000元 Sam Huang举例 加价5000至1万元 买部分品牌车型的SUV 现在在加州是十分的普遍 例如丰田的Siana 车子建议零售价通常是在 3万5000元左右 现在想买往往需要加价5000元以上 Nissan车行销售经理Michelle表示 现在无论是什么档次 牌子的车基本上都要加价购买 例如一辆3万元至4万元的车子 平均加价在4000至5000元 此外买车分期付款的利息也没有很好的折扣 但是不同的车行有不同的销售理念 也不一定每个车行都会加价出售 有新闻报道 8月美国新车售价平均为41000元 创下历史记录 比两年前贵8200元 新车库存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晶片的短缺 疫情期间晶片厂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 转而去生产消费者商品的晶片 利润相对薄弱的车用级晶片生产出现缺口 本来汽车晶片于今年春天开始回升 但是传染力极强的Delta病毒 又重创了马来西亚等国家 晶片无法完工 其他汽车零件也停止了生产 晶片等汽车零件的短缺 迫使汽车厂商减产甚至是暂停生产车辆 今年8月下旬 丰田汽车因为半导体等零件货物的短缺 不得不宣布日本北美两地 在两个月减产至少40% 意味着全球9月汽车减产36万辆 日产汽车8月中旬宣布 晶片短缺迫使该公司关闭填纳西州 试卖拿厂到8月30日 但后来又把工厂关闭延长至9月13日 美联社5日报道 汽车零件短缺不只是车用的电脑晶片 连线数 塑胶零件 以及车窗的玻璃 供应也都会减少 除了全球晶片荒衣为疫情 对于汽车行业所造成的影响之外 汽车运输船的运费今年大涨 也是导致新车及二手车买卖涨幅大增的原因之一 外媒报道指出 今年8月的汽车运输船运费已经飙升至了 这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主要是因为全球供应链吃紧 世界各地汽车销售复苏 根据彭博资讯报道 雇用可载运5000辆车的汽车船 一年的费用已经涨至每天24000美元 汽车运送业者Walliness Wemson的财务长 魏斯特认为 运能的吃紧状况仍将持续 Admas洞察执行董事 考德威尔也说销售商停车场里 现在已经没有太多便宜的二手车了 这些即使有十年历史的二手车 如果外观还可以 早就在今年春天被抢购一空 目前可设的车辆相对较薪 但也相对昂贵 因此想买便宜的二手车仍然很难 现在的汽车买卖市场需求量大 车厂没有压力要降价求售 再加上车用晶片少 高价格让不少购车人苦不堪言 到底这种汽车短缺状况会维持多久呢 状况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减缓 让我们来听听汽车销售经理的意见 我希望最少 我希望六个月能够解决 可是这个晶片情况 大家全世界的人都在抢 不是说光美国 大家都在抢这个晶片 明年年底说不准 可能至少明年上半季度一定是会延续到 因为这个晶片的事情 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处理好的 现在买车卖车都不容易 那么您有买车或卖车特别的经验吗 或者卖掉二手车反而赚钱的经历 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事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